台铁的改革其实喊了很久 它并不是第一天 您刚刚讲到一个回答别的委员的问题 我觉得回答得很好 一定要有检讨 有改革 有改进 它才会进步 可是如果这个台铁的改革 它是始终知道这个病症 您刚刚举例的 到医院去检查 知道病症之后 但是你就是不治疗 它能不能够改进 它还是不能够 所以要请教部长 就是说这个改革 台铁的改革 之所以改革不成 是谁的问题 到底是上层的主力呢 然后这个代理的台铁的局长 这么久的一个期间 他没有办法真正派任 是您没有请求上面派任呢 还是是上面不准 台铁改革是一个组织改造 都是高难度的 因为组织有它既有的惯性 甚至它的一个厉害嘛 民间不在乎你的组织的改造 因为组织的改造 牵涉上你今天要用有限公司 还是要用股份有限公司 要民营化还是要怎么样 民间在乎的是说 你的台铁不改革 民间改 想要知道的是说 你改了之后 人民回家有一条安全的路 最近台铁发生的问题 都是在最基层的时候 它应变不及或不足 像断轨啦 边坡还有这次的问题 都是在第一时间 怎么样让它更快速的 有效的反应 对但是部长 你会觉得老百姓真的好可怜 今天我们折求司机 他要在四秒之内反应 可是呢 政府机关花了那么久的时间呢 他都不改进 政府机关可以遥遥无期 但是呢 民间你要求他说 你有没有紧急刹车 我觉得这个真的对老百姓来讲 很残酷啦 台铁局长派不出来是谁的问题 台铁要找到适合的人 真的很不容易 我们希望他来 他不一定要来 民间很多人才 他有公务员的身份 这个就是为什么说公司化之后 我们有一些用人的弹性 就像高铁 您刚才的回答 为什么从工程的专业上面来讲 它是有问题的 但我不是苛责你 因为这个你本来就不是工程专业嘛 你要知道那个边坡工程 你知道真正的工程的情形呢 进出工地啊 它都是有记录的 你连停车停在哪工地的哪个位置上面 它都是有排位置的 不是说你想要停哪里就停哪里 今天这个事情的发生 我觉得50条人命 真的台湾人民的这个生命健康 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 不管是行政团队也好 或者本院的委员也好 我觉得都一样 我们感到痛心 我们不是只有责备行政单位 没有把事情做好 我们同样责备自己 我们自己没有做好监督的责任 所以部长我最后一个问题 您被甩锅 让您负这个下台的责任 院长不用负责 这样你心里的感触是怎么样 我对我的良心跟社会负责 那我就是跟时间赛跑 我一定要对这一次的事故 我能够减少它的伤害 然后给未来接棒的人 这件事故已经发生了 有一个可以做得更好 好谢谢部长 谢谢